從哥倫布登陸美洲 發現印第安人吸菸的傳統後 菸草便隨著商傳貿易 流傳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直到今日 抽菸已經成為一些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起床要一根 飯後要一根 睡前要一根 心情不好抽一根 心情好也要抽一根 究竟人們為什麼會對止菸成癮呢 菸草中的尼古丁成分 會經由廢套進入到血液 在十秒之內抵達腦部與受體結合 釋放出多巴胺 讓人感到… 愉悅又放鬆 快樂得不得了 呼… 噴一支一支一支的點 欸 等一下 大量尼古丁出現的同時 也會讓大腦跟著增加尼古丁受體 導致下一次需要更多支菸 才能達到相同的愉悅感 就算停止吸菸了 也會產生焦躁 易怒等階段症狀 這時候 你…已經上癮了 煙有什麼危害 長期接觸尼古丁 會讓血管緊縮 血塊變多 增加心肌梗塞 中風等疾病的機率 甚至造成性功能障礙 什麼 而燃燒產生的一氧化碳 與紅血球結合的能力 是氧氣的200倍 容易造成身體缺氧 長期下來會影響思考與判斷能力 再加上幫助燃燒的膠油 會進入到肺部破壞鮮毛 沾黏組織 使得肺部一受到外來物感染 並失去該有的彈性 更不用說這些有毒物質 會造成口腔癌 肺癌 食道癌等等的癌症啦 電子煙跟加熱式煙品是什麼 近年來興起了一波新型煙品 成了癮君子的另一種選擇 像是加熱式煙品 是將煙草柱插入支撐器中來加熱煙草 而造型百變的電子煙 則是用不同口味的煙油取代煙草 透過物化器來加熱成可吸食的煙霧 新型煙品對人體的危害是什麼呢 電子煙的煙霧中有許多重金屬成分 而作為煙油主要成分的丙二醇 也可能在高溫下裂解成高毒性的一級致癌物甲醛 加熱式煙品 則是仍然含有尼古丁和焦油 本質上跟止煙並沒有差太多 另外由於目前對煙油難以管制 成分跟劑量在缺乏規範下 有些煙傷會加入不明的加味劑增添風味 產生更多有毒物質 且目前市售的電子煙 將近八成都有添加尼古丁的成分 青少年使用後 仍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癮和情緒障礙 給我一杯酒再給我一支煙 電子煙可以幫助戒煙嗎 戒煙有什麼難我都戒過幾百次了 戒煙真的很難很難 人們靠著意志力成功戒煙的比例只有3到5% 有些研究支持以電子煙降低對尼古丁的依賴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認為 目前的證據不足以支持這個論點 也有研究指出 改吸電子煙反而更容易回到止煙的懷抱 學界對電子煙的評價還沒有共識 但凡是吸煙都會造成傷害 與其煩惱哪種煙比較健康 不如趁早戒了它 想戒煙的朋友可以直接尋求醫護人員的協助 來大幅提升成功率喔 止煙流行百年後 人們才開始發現它跟癌症的關係 新型煙品問世的時間太短 還需要研究才能了解他們對健康的長期影響 煙煙相報何時了 或許最不傷身的吸煙法 就是不要抽煙最好吧 專業協助戒煙成功率提高6倍 戒煙專線0800 636363